来吧 宝贝 别害羞 那是你的小狗狗 对不对 不是 是拍杂志的狗狗 不是你的狗啊 不是我的狗 你自己会养宠物吗 我不养 为什么 狗 口臭 其实我自己有养猫 你有养猫 对对对 但是是捡来的小野猫 对 它现在多大 而且 它现在 因为我捡来的时候不要多大 而且很神奇 很神奇很神奇 有一天 我家住在28楼 楼上不可能有人的 没有人的 有一天我在家里睡觉嘛 大概半夜一两点了 他爬到墙上 他拧了 对 楼顶上有一个声音 就很吓人了 而且你听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以为是鬼魂 真的是 我当时真的以为是鬼魂 我吓得不行 我把灯全部打开 然后楼下去 叫我的娘娘啊 什么起床 还有弟弟 因为我怕嘛 我会有点怕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声音很诡异 然后我就爬上楼去了 爬上楼去了 找那支到底是什么声音 然后跑到29楼 30楼的水箱附近 看到一只小猫 我才放心 哦 原来是只小猫 他怎么会爬到那么高呢 我当时就觉得 鬼魂怎么可能有一只猫 可以爬到30楼 我就在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只猫哗就下去了 他真的是鬼吧 对 他就哗下去以后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直接到我家了 他没有下到楼底 或者一楼 或者怎么样的 他就直接跑到我家里面去 自己去做好了 就说来 来吧 养我吧 就 我当时觉得 诶 缘分来了嘛 所以这不要闹了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故事 我觉得 这是真的 我一点都没夸张说 他就自己跑到我家里面 跑到我家里面来了 我就整个傻掉 我想可能是缘分来了 而且当时我在做淘宝 不要给淘宝打广告 就是因为天猫 天猫 天上的猫 对了 我要火了 你知道吗 我要赚钱了 很奇怪 他是一只野猫 但是我去拿他给别人看 别人说 没见过一只野猫 是豹文的野猫 四只全是白的 他都这一节以下 全都是白的 就像四个小手套一样 还蛮可爱的 然后现在已经跟以前 完全面目全非了 他已经养大了 而且他超级肥 肥到没办法 所以你赚的也多啊 背的也好了 就 有道理吧 也是有道理的 下次好像很难记